好,最後一個動腦時間 如果地球自轉軸垂直黃道面 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請問你 昼夜長轉會如何變化 第二個問題,請問你季節會如何改變 先請你想一件事情 如果地球自轉軸垂直黃道面 陽光直射哪裡 然後轉一圈 公轉一圈,直射的位置會不會改變 好,那我剛才已經教過這件事了 請問你這時候昼夜會如何 比如說白天會更長 還是說白天就會更短 還是白天晚上會顛倒 白天變晚上,晚上變白天 還是會怎樣 你們剛才已經告訴我了 它會直射,知道 而且每一天都直射 所以昼夜的變化會怎樣呢 昼夜的變化會怎樣呢 三六 三六 體力 陽光地球自轉軸垂直黃道面 陽光永遠直射赤道的時候 我們的昼夜會變成怎樣 我剛剛教過了 再問一次好不好 陽光地球自轉軸垂直黃道面 我已經告訴你說 陽光永遠直射赤道 請問你不要亂比 請問你昼夜會如何 對 就問你啊 你不會就算 把不冷啊 請坐 我問你講了好幾遍 剛才已經教過了 陽光直射赤道會如何 昼夜相等 所以第一件事情 全世界各地都如果 昼夜相等 同時公轉一週 每一天都直射赤道 所以怎麼樣 每一天都昼夜相等 所以每一天 每一個地方 通通都昼夜相等 這真無聊啊 完全沒有變化 完全沒有變化 OK 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季節 如果陽光都永遠直射赤道 那我們的季節 更明顯 不明顯 顛倒 還是跟現在 基本上差不多 差不多 跟現在差不多 跟現在 跟我們現在差不多 是會更明顯 更不明顯 變得不明顯 還是 跟現在差不多 還是會顛倒 春天會變秋天 夏天會變冬天 哪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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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愛的小個可愛小女生 No.4 是嗎 其林 你的答案呢 我已經暗示你 叫做 陽光 如果 如果地球 自轉球 垂直黃道面 陽光永遠都直射 四大 如此這般 季節 更明顯 變得不明顯 會顛倒 夏天會變冬天 還是跟現在差不多 你也不會 差不多 很好請坐 你們省了我的糖 我會 基本上叫做負明顯 來我們當初有三條線 我們當初為什麼有三條線 直射位置不同對不對 夏至直射北回歸線 東至直射南回歸線 中間的春秋風直射知道 如果陽光永遠直射知道 只有幾條線 一條 一條 永遠都這樣子升起 這樣子過下 每天的賽都一樣 那還有季節嗎 沒有了 有啊 有啊 近日的時候熱了 一點點 有的時候冷了 一點點 這樣子而已 沒有影響 都同樣 沒有變化 都每天都一樣 又把這次出來 都還曬到死 有很多人直射 每天都冷到棒 有很多人是在地平線上 有很多人照不到他 所以 這就是 所以如果我們的 如果我們地球赤轉軸 垂直黃道滅 我們太陽就永遠都直射赤道 這樣子我們就不會有什麼季節變化 昼夜也是全世界的每個地方的每一天都會昼夜等長 就是我們課本上問的問題 OK嗎 可以嗎 可以嗎 可以很好 請寫 課完練習